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是2021年的7月28日,星期三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墨尔本就正式解封了,所以还是比较激动的 不过大家出去还是要注意安全,戴上口罩 悉尼这边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已经宣布又要延期封城足足四周,将近一个月 希望悉尼的华人朋友也要注意安全 OK,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 今天还是一期非常重要的干货分享 而且我保证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大家都会感兴趣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 因为大家一直以来都在争论这个话题 就是在澳洲我们说买别墅 是买二手房的house,独栋别墅好呢 还是买新房,像连排别墅或者买低贱房比较好的 那这个里面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都买过而且持有 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是要看你自身的情况 来判断哪种产品比较合适 你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我们先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二手房好了 二手房的优势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的二手房这种独栋别墅对吧 多半的都是在成熟的区域 有的时候你还可能是学区房 碰上正好在一个比较高分的学校的学区内 那它更加是价值倍增 所以呢从传统意义上来讲 这种成熟区的二手房独栋别墅 它的增值性啊就相对来讲会更好 是好于新房的啊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像以前的这个土地的划分啊 相对都比较大啊 普遍在成熟区域土地呢 都是从500多一直到七八百 都有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数字 当然有更大的一千多两千多的 甚至四五千的 这个咱就不提了 但普遍的至少也是在500以上的 所以这个占地面积啊 自然也就大 那一方面的居住就比较舒服 因为你有一个比较大的后院对吧 像我们华人朋友喜欢 后院种种菜啊 种种花什么的 观感上会比较舒服 你想后院 这个decking对吧 一铺啊 木板一铺 架一个桌子啊 一排椅子啊 最好再放个烧烤炉 冬天的话 放一个室外的那种 烤火的这种火炉啊 这一下子小滋味对吧 就起来了 这个氛围感就有了 拥有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后院 是很多人的梦想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国内的话呢 普遍啊 都是住公寓 尤其是住高层公寓的比较多 而且呢 在大城市更是如此啊 像北上广深 我们自然是不用多说 哪怕是现在的一些新一线 包括二线城市 大部分我们华人都是住在公寓里面 所以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别墅梦 拥有一个相对土地比较大 后院比较大的别墅呢 自然是大部分人心旷神仪的一件事情 这个呢 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自己也是如此啊 另外呢 还有一方面就是二手房的别墅呢 它比较直观 所见即所得 你只要在他们中介安排的 每周的开放日啊 去参加开放 看一下这个房子究竟是什么样 心里呢就有数了 其实新房来讲呢 如果是现房 那倒还好 但是很多新房 它得是七房啊 比如说买地建房 它就是一个七房 对吧 包括很多的这种连排别墅啊 它也是七房 你甚至都看不到 所以呢 不确定因素会比较大 那如果是二手房呢 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尤其呢 如果你是刚需啊 急着要住房 那买二手房呢 就可以马上住进去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说完了那么多优点 我们也要讲一下 二手房的缺点 对吧 我必须保证一个中立啊 那二手房的缺点呢 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的就是二手房 它是老房子 普遍我们可以看到 陈述区的这些二手房啊 动辄都是四五十年 甚至六七十年的房子 它相对来讲呢 比较老旧了 如果维护的好呢 它整个的一个外观 还是比较有味道的 如果维护的不好啊 它这个破败感就会出来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五六十年的房子 你住进去呢 很有可能看哪哪都不顺眼 对吧 那就涉及要把这个房子啊 进行装修 甚至呢进行一个整体的翻新 一来呢 这样做是比较麻烦的 二来呢 这样做也要花一大笔钱 你如果把这笔钱加上去 那买二手房 实际的这个开支 实际的花销呢 是要比新房要高的多的多的啊 还有呢 就是二手房呢 它相对来讲 因为是五六十年 四五十年前的设计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一些缺点啊 是我们华人很多买家包括 不太能接受的 比如说窗子比较小 或者说呢 卧室比较小 还有的呢 像采光不太好 包括呢 层高不够高啊 等等等等 二手房要挑毛病啊 真的是太容易了 因为毕竟你想 几十年前的这个设计啊 建筑设计 布局 跟现在比呢 肯定是已经过时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硬伤 而且是几乎没有办法去给它改变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二手房呢 跟新房不太一样 新房的话呢 你相对比较透明 价格各方面的 对吧 但二手房啊 你哪怕是在同一条街 可能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同因素 一套房可以卖到一百万 另外一套房 就可以卖到一百二十万 这个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呢 对于买家来讲呢 就会有点懵啊 像我们这种资深人士 相对来讲呢 还好一点 有一套判断的标准和方法 但是对于新手买家来讲呢 他们没有办法判断 哎 我看的这套房 究竟值多少钱 那如果你自身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呢 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在拍卖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出的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那像我们专业人士参加拍卖啊 事先是有一个判断的 这个房如果到了一定的价位 我们就会立刻撒手 停止进拍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你不知道这个情况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的价格是合适的 很有可能呢 随着大流啊 把这个价格越喊越高了 这个是会出现风险的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是私卖的话 那就更尴尬了 因为私卖不透明 你根本不知道第二名花了多少钱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呢 你有可能 OK 我花了一百万 拿到这套房子 但是第二名才出了90万 而且90万已经是vendor price 也就是说 卖家已经同意卖了 你就足足多花了10万 这个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二手房呢 一个缺点 我们刚才讲了 因为比较老旧的设计 所以会产生种种的硬伤 第二点呢 就是二手房的话呢 你不知道它的一个价格 它的价格并没有那么清晰和透明 所以你很有可能呢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出了更高的价格 这一点来讲呢 新房很有优势 它相对透明 我们一会再提啊 那我们再说第三点啊 头两点大家已经清楚了 因为它相对老旧的设计 以及呢 价格相对不透明 也就造成了很多买家 在市场上啊 可能看房子 开了半年一年都订不下来 因为一方面 确实二手房 几乎每套都会有一到两个硬伤 是不可避免的 那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做好判断 这个硬伤 你能不能接受 对吧 你不要说每套房子 我都希望十圈十美 如果你看的是二手房 几乎是做不到的 如果能做到 那也很有可能超过了你的预算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另外呢 我们刚才也讲了 价格不透明 对吧 还有一点呢 就是二手房的独栋house啊 相对来讲呢 它的持有成本是比较高的 这个呢 我在上一期视频里面 已经说了很多了 今天呢 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 所以呢 这个是二手房的优缺点 我们可以看到 优点非常的明显啊 土地大 增值好 住的舒服 但是呢 缺点也非常的明显 价格不够透明 而且呢 有种种的硬伤 另外一方面的持有成本 也相当之高 那OK 我们讲了二手房的优缺点以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新房 新房呢 其实同样啊 缺点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那新房的别墅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两种种类 第一种种类呢 就是相对比较远的 新区的买地建法 你买块地 然后呢 根据你自身的要求和想法 去设计啊 去造一套房子 当然你不是自己造 肯定是找本地一个比较大的建筑公司 找一个大的builder去造 这种呢 我们叫做买地建房 但问题就来了 它距离比较远啊 它距离成熟的区域 相对是比较远的 我们就拿东区东南区来说啊 像我之前拍的这些买地建房的区域啊 Burwick 花园小镇 对吧 还有像Cremlin East 这些区域呢距离CBD啊都有差不多40多甚至上50公里了 但你说成熟的区域我拍的啊 一样的 像Clayton啊 Mountain Waverly啊 Glan Waverly啊 Doncaster等等 这些区我也有拍过 这些区域普遍 最远距离CBD呢 也是在20公里以内的 所以呢 两者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呢 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还有像这些新区啊 他因为不成熟嘛 他的这个方便程度啊 也不及成熟的区域 那OK 我们不说买地建房 我们说成熟区的新房 连排别墅怎么样 那连排别墅呢 对 他是成熟区域呢 相对来讲 位置跟这些成熟区的二手房的独栋别墅 是一样的 对吧 这是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没错 但是呢 连排别墅啊 一般来讲都是一块地上要开个三套四套 甚至五套 至少呢 也是附属 是两套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 连排别墅 因为他土地做了分割嘛 相对土地面积就比较小 所以呢 从天然的增值性 增值角度来讲呢 确实距离当地的二手房的独栋别墅 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连排别墅呢 因为你在这块地上不是你一户人家 对吧 所以呢 大家要共享这个公共的空间 当然主要是这个车道 所以呢 出入相对来讲呢 不会那么方便 而且呢 因为不像独栋别墅 是独门独院 所以呢 很有可能你的邻居呢 如果是好邻居 那OK 还是好事情 大家可以交一个朋友 对吧 那如果是恶灵的话呢 可能还会对你的生活 带来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住的是独栋别墅 那问题不大 你大门一关 对吧 反正自己独门独院的 抬头不见鸡头见 不跟人家多接触就可以了 但是连排别墅大家是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 接触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我别的不说 你上下班 这个开车对吧 要过这个公用车道吧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新房的一个缺点 那么说了那么多缺点 有没有优点呢 当然有优点 而且优点同样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首先啊 新房新房 比较新对吧 因此呢 它的这个设计 包括采光 还有布局 还用的这个材料 像这个厨具啊 包括卫浴用品啊 等等 都是比较新 比较好的 因此呢 我们说新房呢 相对啊 你住起来会比较舒服 因为它是全新的嘛 另外呢 新房 因为像连排别墅也好 包括新区的买地建房也好 它的这些每年的开支 也会比成熟区的二手房 独栋别墅要减少 包括像这个土地税啊 市政费啊 污水处理费啊 包括我上一天跟大家说的这些 整修的开支啊 等等等等 这些呢 都可以有效避免 那你持有成本呢 每年要花出的钱 就会无形之中 要降低好多好多 这个呢 也是它的其中一个优势 另外呢 新房的这个报价啊 开发商是有一个统一的报价的 所以呢 它在价格方面非常的清晰且透明 你也不用担心中介报给你的价格是虚报 或者故意的报高一点 因为新房的房源呢 大部分情况下 开发商是愿意给多个中介的 只要去比对一下呢 也就知道了 就中介来说 包括像我自己啊 开发商给我什么报价 我就直接是这个报价也没必要去弄虚作假 这一点呢 二手房是比不上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二手房 卖家的心态是价高者得 当然是越贵越好 所以呢 不透明性是比较大的 那买地建房就更加透明了 你就看这个土地多少钱 开发商会有统一报价的 建筑方面 每个建筑商啊 你只要是排名为周前十的建筑商 基本报价方面也是大差不差 比较透明的 所以呢 在报价方面 新房呢就有很大的优势 你哪怕是新手 对于当地的市场价不清楚 但是呢 你知道的这个价格就是一个透明且真实的报价 你不用去猜 这房子值多少钱 是不是省了很多的麻烦 还有呢 现在我们都知道房产市场是非常火热的 你在同样的区位 你买一个新房的连排别墅啊 你跟在同样的区位 你买一个独栋别墅 价差呢 可以高达二三十万 甚至呢更多 这个是相当夸张的 但是其实大家是一样的 大家住的都是别墅 无非的区别呢 是这个占地面积不太一样 另外呢 房子的新旧程度不太一样 那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买在这样的区域 你去买一个新房的连排别墅 那你可以节约很多很多的资金 另外由于是新房 你自然也不需要去做这些方心啊 装修的活 说白了 你住上新房 无非就是占地小一点 但是你房子新啊 没有折腾的事情 持有成本还少 那一方面呢 由于新房它占地面积小嘛 后院的自然也不大 后院不大的话呢 打理起来割草修枝啊 也会容易很多 哪怕呢 大几个月不去弄啊 也不会发现有很大的变化 但如果你住的是二手房 独栋别墅 这些成熟的区域啊 都是长这种大树啊 还有这些花卉啊 草啊等等 那如果说呢 自己去弄 又比较折腾啊 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进去 那这个呢 也是购买二手房的独栋别墅 你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情 另外呢 还有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啊 就是说觉得现在的这些新房啊 相对来讲呢 建筑材料的用料 没有老房子那么扎实 主要呢 是体现在砖 以及这个木材方面 那这一点呢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但凡现在的这些建筑啊 符合建筑标准 并且呢 没有什么结构性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居住呢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因为我自己也住了好多年的 新房的连派别墅 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确实要长一个新颖啊 就是在建筑的过程中呢 你找一个第三方的厌房公司啊 对房屋的结构啊 白椅啊 各方面做一个检查 这个呢 绝对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检查下来 没什么问题 我可以跟大家讲 居住在里面几十年 也没有问题 原先那些老房子用的砖啊 木材 确实呢 有可能像大家说的 会更扎实 用的会更厚重一点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 现在用的新兴材料 就那么差 我觉得更多的呢 是一个时代的更迭 造成的一种现象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呢 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我们以前最早的时候 用的手机 都是那种很厚重的大哥大 对吧 很厚实 很扎实 那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手机 用的是苹果 用的是智能手机 都是比较薄的 那这种比较薄 比较轻的手机 难道就比以前用的大哥大 来的差吗 并不是这样吧 我觉得更可能呢 是一种时代的更迭 选材的用料的更迭 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要随着时代的进步 而进步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呢 就像我跟大家分析的一样 无论你是买老房子的 这种二手房 独栋别墅也好 还是你买新房的 成熟区的连排别墅 一货者新区的 买地建房也好 还是根据你自身的要求 来进行选择就好 并没有一定的对错 任何一种房屋的类型 其实都是有优缺点的 这个非常的正常 就看你能接受哪一方面了 好的呢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 希望今天我的分析呢 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还可以 麻烦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现在呢 有一个长按的功能啊 就一直点这个赞 这样呢 就是强烈推荐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呢 看到我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呢 长按点赞 好了 那我就说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